当岸边的芦苇悄悄泛黄 黄河中有的运城湿地自然保护区 迎来一年最热闹的时刻 这里地处暖温带 水域开阔 芦苇 葡草 茄碗等水生植物繁盛 是候鸟理想的冬日家园 每年十月左右 大天鹅由西伯利亚起飞 沿着黄河 一路向南迁徙而来 降落此地 最终选择运城湿地自然保护区 当作它们的月东栖息地 大天鹅 全身羽毛雪白 是一种体型高大的候鸟 体长可达120至160厘米 翅膀展开 能达到240厘米 这样的身体构造 让大天鹅适应了高空飞行的压力 飞行高度最高可达9000米以上 成为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 随着寒冬到来 每当降温的时候 湖面上就会结出一层薄冰 大天鹅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 但因为水生植物和鱼虾 等浮游生物的存在 它们仍聚守在这里 冬日的阳光总能带来温暖 随着冰面的化开 大天鹅让沉寂的湖面 恢复了往日的活跃 上千只大天鹅聚居在这里 这个和谐的族群 始终保持着终生伴侣制 不论休息或觅食时 都成双成对 它们将长脖子伸进水中 倒立身子 轻而易举地获取水生植物的根莖和鱼虾 作为它们的美食 成年大天鹅的食量惊人 每天一只大天鹅 就要吃掉四至五千克的食物 庞大的身躯 使得它们起飞得不太灵活 需两次极具拍打水面 双脚在水面快速起跑 才能成功飞行 还没有退去灰色羽毛的幼灵天鹅 也跟在父母身边 抓紧时间觅食 使自己逐渐变得强壮 运城湿地自然保护区 对改善黄河中游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植被建设 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在此越冬的大天鹅 让寂静消磨的冬季 显得不再单调 它们优美的身姿 把这里的湿地 装点成为中部地区 最美的天鹅湖 黄河两岸湿地的生态系统 在不断地完善着 一条古老的河流 呈现出勃勃生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